多维空间,是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词语,它指的是超过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处的三维空间的更多维度的空间形态。 多维空间虽然无法用我们的直觉来想象,但它对我们理解宇宙的奥秘却有着重大的意义。 今天将为大家用最简单易懂的语言,简要介绍多维空间的相关知识,来一探这神秘空间的冰山一角。 1. 多维空间简介 1. 什么是多维空间? 多维空间指的是为数超过三维的空间形式,通常包含四维空间、五维空间乃至更高维度的空间。 我们日常生活中所处的世界为三维空间,使用长度、宽度和高度三个维度来描述空间中的一个点的坐标位置。 如果添加一个新的维度,就是四维空间,如果再添加一个,就是五维空间,以此类推。 虽然我们无法直观地想象四维空间乃至更高维度的空间是什么样子,但在数学上完全可以用四个或者更多的数字来确定空间中的一个点。 也就是使用坐标描述多维空间。 2. 为什么研究多维空间? 物理学家研究多维空间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现代物理学中的许多理论需要引入额外的维度。 例如,量子力学理论指出,微观粒子可以以波的形式存在,而波动需要更多维度来描述。 引力和电磁力的统一理论需要至少五维空间,当前主流的超显理论则需要存在十维乃至更高维的空间。 所以,多维空间在当前理论物理研究中占有核心地位。 第二,多维空间对理解我们的三维世界也有重要意义。 比如,通过假设存在隐藏的额外维度,可以解释为什么重力效应比电磁力弱的原因,以及可能存在的平行世界等。 研究多维空间有助于揭开我们这个三维世界的奥秘。 所以,从探索宇宙奥秘的角度来说,理解多维空间对物理学发展非常重要。 尽管目前多维空间大多是一种数学假说,但它已经成为许多理论研究的基础。 二,四维空间。 我们先来看看最直观的四维空间。 一,时间作为第四维度。 1905年,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将时间作为第四维度引入,与三维空间坐标并立形成了四维时空。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时间的流逝是连续的,从过去到现在再到未来。 而在四维时空冠中,时间被看作一种与空间坐标平等的维度,从而形成一个整体的四维空间连续体。 在这个四维时空连续体中,一个事件发生的地点和时间都可以用三维空间坐标X、Y、Z和一个时间坐标T为1确定。 这就构成了四维时空中的一个事件点。通过空间和时间的结合,四维时空允许对动态过程进行描述。 比如,一个运动物体的运动轨迹可以化成一条四维时空中的曲线。 这对于《相对论》中研究速度影响时间的效应提供了一个直观的几何解释。 二,四维空间的几何特征。 由于增加了一个维度,四维空间中,对象可以以更多的方式运动。 这给四维空间带来一些与三维空间不同的几何特征。 比如,在四维空间中,一个球体类似的四维球面,可以通过三维空间中的一个点逐渐进入和逐渐退出。 而在三维空间中,球体必须全部置于空间内部或者外部。 另外,在四维空间中,两个环可以不交叉地穿过彼此,但在三维空间中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很难想象四维空间中的这些超长现象,但在数学上是可以用坐标精确描述的。 三,四维时空的理论难点。 但是,将时间简单看作一个空间坐标,也会带来一些理论上的困难。 时间和空间毕竟有一些区别。 简单地混合在一起,无法解释一些问题。 例如,箭头时间的不可逆行。 爱因斯坦后来尝试用引力场的变化解释时间的流逝,但并没有完全解决时间和空间统一后的困难。 这也是四维时空理论研究中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三,五维空间即以上。 那么,如果继续增加维度数,五维空间又会是怎样的呢? 一,五维空间的提出。 早在19世纪,一些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就已经开始研究五维时空。 他们希望在五维时空中可以找到统一个种立场的方法。 德国数学家冯卡门在1921年首次提出, 在五维时空中可以把引力和电磁力统一为一个势能概念, 这被称为卡门联络。 具体来说,卡门假设了一个额外的第五维, 通过这个维度区率的变化来解释电磁场的效应。 但是这个理论并不能与量子力学相协调, 因此并没有完全统一所有立场, 只能算是一个有趣的尝试。 后续还有更多类似的尝试用五维时空描述统一常论, 成为理论物理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进入20世纪, 现代物理学最主流的理论, 显理论, 也预言空间为数至少为实为。 显理论试图用一维的显, 来描述所有粒子, 这需要至少是实为空间才能成立。 二, 更高维的空间形态, 随着维数的增加, 空间的形式变得愈发难以想象。 六维空间已经完全无法在我们的三维世界中 构建出直观感受, 但仍然可以用六个维度的坐标进行数学描述, 一个六维空间中的点, 需要用六个数字表示其在各个维度上的位置, 随后是七维, 八维, 乃至十维, 二十维, 甚至上百维。 这些空间在数学理论上都可以用坐标进行描述, 但其具体形态对我们人类的大脑来说已经是非常抽象的概念了。 不过, 通过打比方, 可以让我们对高维空间有一点感性认识。 比如, 一个二维平面世界的生物很难理解三维空间, 需要一个四维的突破, 对我们来说, 感知四维乃至更高维空间, 也需要一个类似的突破和抽象四维的飞跃, 这在一定程度上, 可与从二维到三维的飞跃类比。 四, 多维空间的意义, 尽管多维空间充满未知, 对我们来说, 仍是一个新奇的概念, 但它对理解宇宙奥秘具有重要作用, 也开拓了人类的想象空间。 一, 对理解宇宙奥秘具有重要作用。 如前所述, 多维空间在当前主流的理论物理学研究中占有核心地位, 包括量子力学、 相对论、 显理论在内的许多理论, 都需要引入额外的高维空间才能成立。 通过研究多维空间, 物理学家能够建立起更加统一和完备的理论框架, 如果空间真的存在更多未知的维度, 那么, 这也许能更好地解释我们这个三维世界的各种现象和奥秘, 比如暗物质、 引力的疑点等。 另外, 多维空间还提供了探索所谓平行宇宙的可能性, 不同的三维世界可能都是复杂多维结构的一个切片,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宇宙似乎通过很精妙的物理定律, 调写到能够生命存在。 因为其实存在无数平行世界, 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碰巧满足生命存在的条件。 所以, 多维空间研究或许能够揭示我们的世界和潜在平行世界的关系, 揭开我们这个宇宙诞生和演化的奥秘, 这是它最重要的意义之一。 二, 开拓人类的想象空间。 另一方面, 多维空间开拓了人类的想象力, 即使我们无法直观地感知, 但多维空间作为一种概念的存在, 为人类的想象力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启发我们开拓视角。 多维空间让我们意识到,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三维世界, 其实只是存在无限多可能的一种形式。 当我们在思考一些物理或者哲学上的难题时, 加入多维空间的视角, 可以提供全新的思路。 多维空间使我们认识到人类的感知和想象的局限性, 从而保持谦逊和开放的心态。 例如, 在日常生活中思考一个复杂问题时, 我们也要主动站在更高的维度思考, 不要被当前的视角所局限。 也许未来随着科技进步, 人类可以获取更多关于多维空间的证据, 但至少在当前阶段, 这实际上已经推进了人类思想进步的进程。 多维空间确实充满神秘感和未知, 它挑战着我们当前的想象力极限。 但是,追求多维空间的探索, 刺激着人类的想象力, 有可能推进我们对世界奥秘的认识。 这种把握未来, 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 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所在。 让我们携手, 在多维空间的研究领域, 继续创造和发现吧。